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或将斥资2亿美元,BECCA有何魅力?根据福布斯的消息,雅诗兰黛公司10月21日宣布收购美国彩妆品牌BECCA Business of Fashion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,这笔收购价可能达到2亿美元,而BECCA在2016年的预计销售额为8000万美元。 对于最近一直在关注小品牌的雅诗兰黛集团来说,这笔交易价格不菲,BECCA吸引到雅诗兰黛的三点是其各产品都有丰富的色号。 丰富的色号可以吸引到不同种族的人,有助于品牌打开更广泛的市场。 另外一点是其在社交软件广泛粉丝量,对于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。 当然,其相杀相爱的对头欧莱雅今年抢先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另一家小众美妆品牌,IT Cosmetics对雅诗兰黛刺激也不小。 BECCA成立于2001年,卓大产品是针对面部修颜的粉底液,遮瑕产品,腮红和高光粉。 其中,高光粉是它的明星产品,定位于中端市场。 BECCA Cosmetics专营高档美妆产品,彩妆以色号集权著称,提供适合20种不同肤色女性使用的产品。 2012年,该品牌被专注于美妆品牌的投资公司Luxury Brand Partners收购。 彼时,该品牌销年售额仅为300万美元左右。Luxury Brand Partners最终向品牌投资750万美元。 2015年,BECCA Cosmetics YouTube著名美妆播主Jacklyn Hill合作推出联名系列BECCA x Jacklyn Hill Champagne Collection,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圈粉无数。 雅诗蓝带还收购了包括Tom Ford在内的这些彩妆。 6年前,雅诗蓝带还收购了Smith Fox彩妆品牌。 不为人知的是,实际上,雅诗蓝带也是Tom Ford的干妈,以极致性感创造Gucci辉煌的设计师Tom Ford,在离开老冬家后,创立了化妆品牌Tom Ford,早就被雅诗蓝带领养了。 不仅如此,雅诗蓝带还在2015年将其引进中国市场,从香水起家,以彩妆文明,又想瞄准高端护肤。 在中国被戏称PF4天团同名彩妆的Tom Ford品牌发展形式喜人。 Tom Ford目前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化的营销来拉动销售。 为了扩大市场,该品牌还会推出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来吸引千禧一代的注意力。 雅诗蓝带也是看重其品牌,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具有广泛性和品牌的独特性。 雅诗蓝带此前公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,彩妆部门销售额上涨7%,达到11、6亿美元,而香水部门增长5%,达到2、75亿美元。 财报中提到了Tom Ford对这两个部门的杰出贡献,偏爱香分。 雅诗蓝带18月内收购了三个小众香水。 雅诗蓝带也十分看好香水品类。 在最近的18个月内,相继收购了三个小众香水品牌。 根据雅诗蓝带最新公布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季度报告,公司香水销售额同比增长7%至4706亿美元。 公司称这一增长来自于祖马龙和Tom Ford以及最新收购的两个独立香水品牌的销售贡献。 此外,雅诗蓝带还于今年的2月份收购了高端香水品牌Vicalion。 Vicalion是一个个性化的小众的品牌,有着9年的历史,一直坚持使用最稀有昂贵的精油制作,每瓶香水都付上其配方,价格意识不菲。 一款黑色节奏香水,50毫升定价,250美金,跟TF一样。 其品牌的创始Pillion Hannity大有来头。 看它的姓氏,足见其身份不凡毕竟是LVMH旗下名酒,薛妮是家族直系传人。 关于创始人的传说,都可以说上好几天。 从雅诗蓝带集团季度的财务报表,可以看出,清西纳品牌的表现明显优于预期。 在集团老品牌们销售额有所下滑的时候,精锐品牌越来越受到年轻顾客的喜爱。 第十章吧!